薇如 你怎麼了 我其實從小的時候 就有腸味道的問題 但那時候是腸 原因是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不愛上大號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上大號 就是好麻煩喔 我覺得我是仙女 就是你知道 仙女就不該上大號 妳都不會看自己有大便嗎 不會 小時候就不懂 小時候不懂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常 曾經就憋到 就是像醫生說了 七天沒有上廁所 然後憋到後來 有一次去急診 然後我媽還很緊張 因為我得什麼絕症 你知道嗎 然後我把我送去的時候 一照X光才發現說 賴媽媽妳不用擔心 裡面都是大便 對 全部是大便 全部是大便 她上了上就沒事 就不會怎麼樣 然後我媽還會痛哭流涕 也會怎麼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是 因為是從小這樣子 造成那些不好的習慣 對 所以我長大的時候 就開始更容易 仙女也是會大便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後來導致 我的那個腸味道就不太好 所以我很容易吃到一些 像麵食類的東西 或者是脹氣的東西 就很明顯 那我曾經就有一次 就是吃了那個 比較晚吃的麵 就像涼麵那一類的 最明顯的 我一吃完之後 我整晚不能睡覺 就是不只是腸脹氣 我會突然覺得 我的胃也脹氣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我其實沒有什麼太多 胃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被那種 腸胃藥在家裡 所以你知道我一整晚的時候 本來是打算就是吃完 然後休息一下 洗個澡 可以準備去睡覺 就完全不能睡 然後動彈不得 然後一躺下去 就覺得好不舒服 然後就站起來 在房間走啊走啊走啊 你知道我這樣走到天亮 天都亮了 我才覺得我開始消化好了 然後才可以這樣子去睡覺 才比較舒服一點 後來這樣子才去睡覺 然後後來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很愛去做檢查身體 所以有一次我去抽血的時候 我就檢查說 我的身體有發炎的指數 指數有超標一點 所以我就想說這樣子我是不是飲食 要開始改變控制 然後我就看了一些書 就是開始看那些無膚質的書 然後就知道說原來是吃這些東西 會影響身體發炎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改成吃無膚質 然後用無膚質來控制 結果我控制一兩個月之後 然後後來去看醫生 也發現奇怪 我的指數也沒有降下來啊 對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再想說是不是因為我吃得不夠 仔細 因為很多無膚質是細到 是連你沾的醬油 這些都不能用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不知道 這個是無膚質的東西 所以你還是會不小心吃到 你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啊 發炎跟那一樣沒什麼關係吧 其實有點關係 有 有關係啊 跟膚質完全有關係 就是腸肉症 腸肉症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跟膚質有關係 像張威柔的情況 他把面拿掉還是發炎 或是還是有髒氣不舒服 有可能是因為飲食裡面的 像麵裡面它有一些 食品添加物 然後涼麵可能會有一些 芝麻醬 它比較油 然後但是生活壓力 都會讓我們 腸道菌的壞菌比例增多 那這時候產氣的比例也會增加 所以就會容易脹脹的不舒服 脹整個晚上是很常見的 對 我滿多病人也都會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 後來你應該有改吃一些蔬菜水果 對 就是面類那些都不吃了 可是後來發炎指數還是沒有降下來 那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因為像蔬果裡面的一些 抗氧化的植化素 或是維生素C 多分類 都可以降低發炎指數 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然後請了一下 繼續付款 República 講述 席 rencont 孫 等 動 amplitude 吊